當時利時可能是日本的女元宿 香港就是利時 35年前 利時商場在連攝嘉年威路道的 控制嘉蘭維樂城 當時因為地理位置不好而淪為貨倉 直至97年前後 因為在七鹹到南的百里商場大幅交租 不少在裏面的時裝租客和新進設計師 都轉移陣地 令他成為一代潮場 就連TWINS和經理人Manny 都曾經在這裏開過店 初頭利時 大部份人 我估計七成都是本地設計師 去做自己的事 自己的車衣 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想當年分了 321 四樓是 最集中是一些比較著重於自己設計的人 就會躲在四樓上 因為越低的話 反而越多人走 那一陣子 就形成了一間很小的商業中心 其實都有幾種不同的風格 在這裏 Jack費利時開店17年 主打自己設計的哥德風格晚裝和婚紗 他最初在旺角開店 但就因為利時的營味而迷到 所以搬進去 他就說這裏好像一間學校那樣 好像以前上學那樣 旁邊有聊聊天 整條行都認識 一起去打保齡球 一起去燒夜吃 夾賣放工 都蠻融洽的 在這裏相處 但商場上 大家都是競爭對手 有小劇場就在所難免 咬什麼都有 那裏買一條牛仔褲 他們又同一個地方拿貨 可能價錢不同 也有少少爭吵 之後都沒事了 又是朋友來的 在利時接近20年 Jeff都經歷過幾次 大喜大樂的租金調整 初初我很記得 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是14500元做 一直加 曾經加到最高峰期 差不多到四萬 我想最高峰期 去到2012 有些舖位 去到各位的舖位 可能六萬元 今年會下很多 去到我剛開始進來的水平 雖然租金和千禧年的時候 差不多 但氣氛已經很不同 但Jeff就說 路是靠人走出來 這裡慢慢做衣服 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在這裡認識到一班法國的客人 然後很主動地跟他說 不如我過來巴黎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翻譯 我想在你們那邊發展 然後他說 好啊 之後就揹著 做了十六條裙 揹著背囊 自己買機票 那時候是2003年 去到2006年 開了店舖 在巴黎 又自己的時裝表演 就不像 這是我的夢想 也足一達成我自己的夢想 直到現在 剛剛去年 我也有時裝表演 就是在巴黎 今時今日 這個昔日的潮場 已經變成一間間的 航風小店 和經濟價格的西裝訂製店 而昔日的對手百利 也變成婚紗租馬場 不知道接下來 又會變成什麼光景?